好 演艺群当中你觉得谁上节目总是逗得你笑不停呢 曾经被票选为最不想转台第一名的沈玉琳 从幕后走向幕前 因为有用不完的综艺梗 因此在网络温度计整理出来是最受欢迎的第三名 至于第二名是综艺天王吴宗宪 反应很快 那么即使自创的综艺梗每一次看 但每一次还是会让人笑出来 而在网络温度计的第一名则是小意思 上节目总是把来宾观众逗得哈哈大笑 艺人沈玉琳 原本只是幕后制作人 但后来走向幕前上节目 脑中太多搞笑的综艺梗 统统拿来说嘴 更曾经被票选为最不想转台的艺人第一名 现在在十大血腥温度计理也入榜 不过综艺天王吴宗宪议讨论热度 更高了 像这梗真的看过N变了 但电视机前的你应该还是不经意的笑了出来 无敌机灵的反应 自创无数的综艺梗 被誉为Local King的吴宗宪 稳坐血腥排名亚之 但电一鸣不用我多说 你们应该猜得到 小二次讲话毒舌超直接 但就是好爆笑 常常不计形象半吵 出道20年从牙套妹变成超级辣妈 不但能掌握观众心理 现场气氛更是全被他hold住 我现在讲到面包不想哭 我们刚刚ray的全部不是这个 他不能说太多 因为刚才头进一出 我不会讲话 你来 你来 结合时事就是敢说 让小S登上咸心排名冠军 当之无愧 东森新闻在台北报导 好